地球的结构与组成 看这样的标题就先来预测 我们要学些什么呢 很显然有两个大重点 那就是结构组成 什么是结构呢 比如说人最外面是皮肤 皮肤扒开里头是肌肉 肌肉在扒开里面是骨头 由外而内可以分三成 分别是皮肤肌肉骨骼 这就是结构 所以我们在认识我们这一颗地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依照不同的特性 将它分成不同的部分 这就是结构咯 主角是地球 当我们要谈论地球的时候 从三个面向切入来谈它 第一个脚底下踩的这一颗固体地球 第二个我们四周的大气 第三个我们地球上非常珍贵的海洋 所以我们的第四章地球的结构与组成 四之一就谈固体地球 四之二是谈大气 四之三是谈海洋 好了我们先来看四之一固体地球的结构 重点在地球内部的结构 但是在谈结构之前 我们要先知道用什么方法来了解地球内部的呢 所以第一个重点要谈地震波 了解了地球的内部结构之后 我们就很好奇 那每一个部分它的组成成分有何差异呢 所以第三个重点要谈地球内部的组成 关于固体地球的结构 我们要抓住它的核心重点 在这里我们希望你能了解地球内部地震波数的垂直变化 及其代表的化学组成和物理状态的改变 我们先由这个学习重点来预测 待会我们要学些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关于地震波 关于波我们通常可以谈它的波长 波数 波高 频率 周期 那在这里我们把重点集中在波数 要谈地球内部 也就是由上往下这样的垂直变化 关于波数的变化 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化学组成的改变 化学组成 那就是它是石头还是金属 那什么是物理状态呢 物理状态就是固体 液体 气体咯 先抓到我们这里要学习的主要概念 你的读书就不会失教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 地震波 当我们想了解地球内部 眼见为平 那就是往下 把下方的岩石专取出来看 我们专业上称之为叫做地质专探 目前的地质专探 它的工作是这样子做的 目前我们科学的极限 所能钻探的深度 是地下到大约12公里深 这就是我们进行 钻探工作的时候 从地下取出的 地下深处的岩石 我们可以利用地质钻探 直接取到地下岩石 来了解地球内部的状态 但是我们的科学极限 到目前为止 无法突破12公里 因此我们如果想了解 地球内部的状态 我们只能利用间接的方法 目前就是利用 地震波 什么是地震波呢 就是天然地震发生的时候 岩城断裂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就以波的方式往四周传递 这样的波就是地震波 当地震波往地球内部传递的时候 波遇到不同的介质 便会发生折射跟反射 我们观察地震波在不同深度的变化 利用它来了解地球的内部 地震发生的时候 所产生的波 地震波其实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称之为叫表面波 另一类称之为叫体波 或者实体波 由波的名称我们可以了解这两种波的差异 表面波它主要是沿着地球表面传播的 体波就是这个地震波可以往地球的内部传播 我们这里的重点是想要了解地球内部 那当然我们主要应该要研究体波 关于体波它又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叫P波 第二种叫S波 P波这个P呢是最初的意思 所以中文我们又称之为叫出波 S波这个S是第二个意思 所以中文又称之为叫做次波 一样由它们的名字 我们来想这两种波有何不同呢 假如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地震观测仪 那么由震源所传来的地震波 我们仪器最初所侦测到的地震波 就称之为叫做P波 过了一会儿 侦测到了第二个到达的波 这个波我们就称之为叫S波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P波跟S波最主要就是它的波数是不同的 P波的波数是比较快的 所以我们会第一个先侦测到它 S波的波数相对是比较慢一点的 除了波数的不同 P波跟S波的另外一个差异 P波它是属于重波 S波它是属于横波 重波就是介质的运动方向 跟波的前进方向是平行的 这就是重波 横波呢 那是介质的运动方向 跟波的前进方向是垂直的 正因为P波跟S波介质运动的方式的不同 造成P波可以在固体 液体 气体 三种状态的物体当中都是可以传递的 可是S波这种波 它就只能在固体中传播 刚刚我们说了我们的学习重点 地震波的波数变化 来了解地球内部 包含它的化学组成的改变 跟物理性质的改变 看到这里你就知道S波 它只能在固体中传递 所以待会儿我们要散用这个资讯 我们如何利用地震波 来了解地球内部的结构呢 刚刚说 我们是利用地震波的波数改变 就可以知道 它应该是遇到了不同的介质 也就是说物质的特性 不管是它的化学组成 或是物理性质 它的特性改变 我们把地震波的波数 突然改变的地方 那个交界面 我们就称之为叫不连续面 因此我们找到波数 突然改变的不连续面 那应该就代表 这个交界面上下的物质 它们的特性是有显著改变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科学家们努力的成果 所获得的数据 看到一张坐标图的时候 先看纵坐标跟横坐标 横坐标是地震波的波数 越往右边波数越大 纵坐标是从地面零 到地下700公里深 这里我们标示了 P波跟S波的波数 我们先来判断看看 红色跟蓝色的这两条曲线 哪一个是P波 哪一个是S波呢 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好你的答案对不对呢 蓝色的这个是S波 红色的是P波 判断的原则是因为 刚刚说了 P波的波数比S波来得快 所以不论在哪一个深度 红色的曲线都在蓝色的右侧 也就是红色的曲线 它的波数都比蓝色的快 所以波数比较快的 这个就是P波 好 请由这张图 找出我们刚刚所说的 波数非常明显 突然改变的地方 那个不连续面的位置 在哪里呢 这位科学家叫默赫洛维奇 当时他的研究提出 在这个深度地下大约35公里深 可以看到P波跟S波的波数 都有非常明显的改变 这就是一个不连续面 因为这一个不连续面 最早是由默赫洛维奇所发现的 因此我们把这个不连续面 称之为叫默赫不连续面 这个不连续面就代表 它上下物质的特性 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我们便以这里为界 在默赫不连续面之上 称之为叫做地壳 之下我们就称它叫地寒 这一张图的纵坐标 直到了700公里深 假如我们看一看这一张图 它的纵坐标来到了地心 6370几公里的深度 除了刚刚的默赫不连续面之外 再看这一张图 在地下几公里处 又是一个很明显的不连续面呢 地震波的波数 不论是P波或S波 都有非常显著的改变 你可以找得到吗 古藤堡这位科学家 当时他找到了这个位置 2900公里深 因此我们把这一个不连续面 称之为叫古式不连续面 以古式不连续面为界 上下是截然不同的物质 我们把古式不连续面之上 称之为叫地寒 古式不连续面之下 称之为叫地壳 好在这里你仔细看 S波的波数在2900公里深 它不止波数显著降低 S波的波数是降到了零 S波的波数降到零 表示S波无法传递 所以这里已经不是固体的状态了 所以我们推测在这个部分 它是液态的物质 当时我们有这样的地震波的波数 推测 这个部分应该是液态的 其实对科学界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因为地下越深压力是越大的 所以在地下这么深的地方 这里的压力大得不得了 照理说 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 物体大都是以固态的状态存在的 所以科学家们原来认为 地球的内部不可能有液态的物质存在的 可是有S波的波数非常清楚的证据 告诉我们 这个深度的物质非常令人讶异 它竟然是液态的 当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P波的波数在大约5100公里深 又是一个明显的波数改变 这是这一位女性科学家雷曼所发现的 这又是一个不连续面 因此我们再以5100公里为界 把地核区分成外地核跟内地核 但是我们发现内地核 还是可以侦测得到S波 所以内地核它应该是固体的状态 这就是我们由地震波的波数变化 可以把地球由外而内 区分成地壳、地寒跟地核 其中地核又区分为外地核跟内地核 而外地核是一体的 内地核、地寒、地壳都是固体的组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